很熱 好吵的摩托車身喔 哈囉我是Nita 這次呢要跟你們分享幾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在音樂器上不可以缺少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音樂器其實這個時間點基本上都已經開始熱起來 所以呢最不可或缺的都是一些 像第一個是止汗爽身噴霧 那它有分男生或女生可以用 那它還有就是其他Gatsby啊或者什麼什麼其他牌子 就是完全是看你自己的喜好跟你的感覺 你比較喜歡哪個品牌就可以選用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我比較習慣男鄉 所以呢我會選擇是男生的噴霧 但我有用過這個 就是都還不錯 它會稍微的有去做止汗的動作 當然不會到就是完全沒有 只是就是因為在戶外嘛 那你一定多少會有流汗 或者是當天的天氣真的很熱的話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一定必備的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嗯應該是戶外 然後廁所也是流動廁所 所以其實衛生紙一定是必備 這個就不用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覺得獅子精是需要必備的 所以呢可以拿一個這種小包的獅子精 放在身上 市面上除了就是一般獅子精外 它還有出了就是安心接觸臉口啊 就是這種臉部是也都可以擦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話 嗯基本上女生是不太需要啦 因為都已經化完妝 但是身體上就是可以稍微的就是 嗯比較乾爽一點清爽一點 把汗擦掉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個就是 那像這個就是Gatsby的牌子 然後我會知道這個是從我弟 因為有一天突然就很熱還什麼 它就是說它有一包獅子精 你要不要用這樣 然後就欸才發現原來有這種 可以就是cool down 就是讓自己就是比較不這麼熱 會涼的作用的獅子精 它算是清潔身體專用 就是擦走汗啊黏黏的感覺 還有臭味 那同時它會有涼爽的效果 因為它的裡面有一些大量的薄荷成分 所以如果你是對某些的東西過敏的話呢 就要慎選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些的獅子精 所以有一般的獅子精 臉部也可以使用獅子精 還有就是身體就是擦完之後會涼涼的獅子精 所以如果我自己習慣 我連是工作啊或是出門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乾洗手 所以我覺得乾洗手也是蠻重要的 假設你的狀況是不用到 一定要去洗手或是擦的話 當然如果你有濕紙精的話 就其實也不用這個 可是如果你會想要有一點殺菌清潔的話 那就是這個也是蠻方便的 就是噴霧 然後這是膠狀的 就是也有味道 這個在獅大酒買 然後這個是我在加拿大買的 那就可以網上找找看 就是打乾洗手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音樂技也蠻重要的 就是一些女生嘛 你可能需要就是特別打扮 可是你又沒有這麼多給西的時候 我覺得你最不能缺少的就是這種 這種紋身貼紙 然後這個是PaperSelf的紋身貼紙 對 那我喜歡他們家的 因為是他們的出來的質感 就可以像我這邊看到的 就其實 它的圖案都蠻多的很特別的 很可愛 還有你看小貓 你如果飾品只有部分的 然後沒有到很多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 像我這麼誇張 可能會有些飾品 有些東西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所以家裡非常的亂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一包裡面就有兩片 一模一樣 我覺得算還不錯 不過它的質感 quality什麼都很好 這個算是音樂節最必備最必備 最從一開始的音樂節最必備的東西吧 我覺得 因為音樂節呢 大家都會有手機 然後一直拍照錄影 那你也知道現在網路媒體這麼發達 然後大家都算是蠻依賴用網路跟手機 那當然不能或缺一定是充電器啦 然後我用的是電bar 蠻方便是它是直接插頭充 然後直接插你要的線充 所以至少有一個就是插座 那你就不用再帶豆腐頭啊什麼的 額外的線啊幹嘛的 對啊 就是只要帶你的充電線 跟這個就夠了 那充電器 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我想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就不用再跟大家分享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音樂技能已經打扮了 你會有一些手機或相機 補妝的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什麼web造 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那邊人呢 現場很多很雜亂又是戶外 所以最擔心的東西就是你的東西掉了 你東西不見 那包包就是要慎選 那尤其像現在今年流行的這種包 這種包就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讓它側杯 你可以就直接拉長一點 然後變成鞋杯 就很方便 然後是拉鍊的 不要買建議不要買是那種扣的 因為扣的其實還是有可能會掉 然後就是看你比較喜歡的款式或顏色 那因為我就是喜歡黑色 然後這樣子它有兩層 這樣可以那個放著用 那現在很多地方都有在買 這種東西是非常之好用 在音樂節上一定不可或缺的包包 你覺得如果腰包類這種東西 真的不夠你放東西的話 假設你有煙啊 又有什麼 又有阿拉拉拉拉拉的東西的話 那就是這種後背包 這種這樣子的後背包 小的後背包 然後你太跳舞太開心 你知道 你不可能又拎著它 然後那個 最好是直接是鞋杯的包包 是最方便 然後是貼在身上的 你都不會擔心有人 可能有爬手啊 去爬你的東西 或你跳到東西掉了 make sense 然後最後就是跟你們分享 音樂劑嘛 有些配件類的 所以其實像這種 方巾啊 拿來當髮帶啊 以外 然後如果假設真的很熱的話 其實它也可以當擦手 擦汗的毛巾 多方便 然後如果假設有人 在你旁邊很臭 如果很擠或什麼 你也可以拿來就是你知道 一個造型的同時 當小偷 沒有啦 就是拿來當領巾也可以 那拿來當髮帶也可以 髮帶也行 因為這個東西呢 它除了是一個造型以外 音樂劑啊 會很熱啊 流汗啊 幹嘛什麼的 那頭髮 就算你做得太漂亮的造型 其實很快就塌了 然後就亂了 其實 方巾這種東西啊 拿來綁 當髮帶是非常方便的 好啦以上就是 我覺得蠻重要的幾樣東西 當然還是有很多重要的東西 可是你知道 東西少一點其實都會比較好 你只要記得你的手機 行動電影員跟這些東西 不要忘記 其實基本上 就可以非常的開心 然後沸沸浪浪出去 參加你的音樂劑 那希望以上這些的東西呢 有幫助到你 然後提醒到你 如果在出發前的話呢 記得 要準備的東西 不要忘記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